財資大道 林潔盈 何文堅 繼續回到財資大道,先看看日本股市 升了192點,32381點 南韓升了29點,2549點 澳樓股市今早都是個別發展 澳洲升了62點,新西蘭股市跌了11點 家居方面有不少垃圾、廚餘 要處理一點都不容易 家居要減費香港獨特的生活環境 廚房這麼小,怎樣放到分類桶 家庫難為無米吹,想環保也要有條件 當然,酒樓食市甚至其他商業都有很多不同垃圾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將週五討論 垃圾徵費最新的實施安排 環境及生態局建議垃圾徵費 將會推行再度押後 有機會延後到明年4月1日才實施 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聊聊 就是綠色地球創辦人及總幹事 劉子豐跟我們聊聊 早安,劉子豐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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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子豐跟我們說,垃圾徵費 我們聽了很久,討論也討論了很久 市民方面也有很多不同意見 有人贊成有人反對 但現在說,原本今年年底有機會實施 現在有機會押後到明年4月1日才實施 你看回一拖再拖 會不會覺得政策方面 令市民方面都有點無所適從 絕對是的 令市民失去一些對政府的信心 其實這個一拖再拖 不只是這一次由今年底到明年4月 其實是前前局長,黃錦升局長 他講過希望今年的下半年 一開始了,大概叫做Q3 已經一開始去推行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說 那個投標的專用垃圾袋 大家應該聽過了 聽過了 局長說,留了標 因為標書太貴了 為了政府預料的價錢 留了標 要重新整理過標書再招標 這裏就是我估計最關鍵的位 原本可以說第三季開始推行的 今年,但不行 留到謝局長說,連美才行 因為做不到垃圾的指定袋 但是很可能就說 現在都未將那個標書 哪個是成功的投標者 都未公開過 可能七八月才公開 到八月公開,你那個 設定袋商又要在內地找廠房 找材料之類的東西,來來回回 那很可能去到一年尾 那個袋都未弄好 或弄好很多都物流 未運到來香港廣泛去擺去 即是招市、原理點等市民容易購買 這樣的情況之下 局長就說 又要再度推遲了 其實這件事 真是十多年前 前前的環境局長 已經講了 廖壽東博爾 都很久了 我們談談這個話題都談了很久了 你自己看政府的顧慮是什麼呢 即是一拖再拖一言再言的情況 其實他們關注的焦點會在哪裏 或者哪些地方配合不了呢 其實任何一個新政策 一定有一些 一定有鼓勵的 但是這個絕對不是說 一拖再拖的一個理由來的 政府得到立法會 即是給綠燈這個案件 政府去發掘 其實追溯在2021年8月 立法會已經通過了 但是政府說他自己出席 說立法會 麻煩你給我18個月的一個準備期 他講得清楚 即是意味著我要18個月準備做什麼 做宣諭教育 做這個跟業界的溝通 還有做這個指定的袋 或者加強回收的培養設施等等 這三幾樣大的項目 他自己估計應該搞完 如果你一計的時候 應該就是今年的月 已經準備期完成了 意味著即刻跟著就可以開波 但他又不知為何 是那個內部的環保部門 即是他準備的時候 有些流什麼 這個我不是政府裏面的人 我不知道 他們可能有他們的考量 但是環境衛生業界 就搞了一個大聯盟 香港環境衛生業界大聯盟 都連續登報紙 他苦連天就說 如果是闖絕推出這個垃圾經費 衛生業界就大災難了 因為現在面對就是人手不足 你突然之間說要加重人力去適應新政策 搞不定 如果年底真的要強行 又會大掃除 又會聖誕派對 那些垃圾處理不了 加上清潔公司又要跟法團簽合約 一年有些是簽幾年 要重新檢定合約 這些其實是否實在的問題 真的不是可以闖絕推到呢 這個當然他們提出的理據 有些都是合理的人 有些人走到到年底就緊張 但是這件事情 政府環保部門是不是已經 晨早 它不是說今年才講有徵費 有18個月的準備期間 是不是這件事情已經跟月下月 好好溝通 什麼時候推出呢 是對你們的重擊最少 是不是怎麼樣做 是晨早講好了 不是今天才知道 大家清楚不是去合相 這個就看到政府其實推一個新政策 跟社區和業界的一些溝通 似乎真的很不一樣 還有改善的空間在這裏 要溝通一下 是的 另外想問一下 現在都有很多大廈 近來我們說一些舊樓 除了維修保養之外 其實很多都是三毛大廈來的 如果真的要推移這些政策 上面都有一定的難度在這裏 這方面又怎樣去兼顧呢 其實政府都公開講了 它會在那些大廈 它會派送至少半年的一些 設定袋給它 讓它去習慣用這類設定袋 其實大家所發的時候 用的設定袋 所以多了家裡的垃圾 拿回來 通常在樓下層那裏有個位置 放在那裏 清潔的公司或政府的垃圾部門 就會去收的了 那叫一個市民 給半年你去適應 政府給你桌子 我相信 絕對原本有難度 那個難度已經減到最低最低了 如果再說這樣也不行 我覺得就是一個excuse而已 給了半年你去試驗 政府也我知道它初期 就會勸喻教導的 就不會立刻說執法去罰你 但是半年之後 這個寬鬆期過了 政府是應該嚴謹地去執法 這個法例才有效 因為大家覺得 政府只有一個講字 我不用指定袋就不會罰我的 大家就會不著緊 真正去落石頭 軟頭去減少費 這個最有效的一個減費 所以問一下你樂不樂觀 即是真的推行了實施 之後是否真的能夠打擊了 減費的成效呢 其實比如外地方面 都有實施這個垃圾徵費 其實那個成效是怎樣的呢 如果我們推分鄰近的 亞洲的城市 台北市 南韓 他們都早很多 早香港都可以聯應實施了 他們那個成效 在無論增加回收物的量 或者減少氣調區域的量 都是非常大的幅度 講的是三四成的一個減幅 不是說少少的 是一個大幅的減少 當然人家的地方有很強的 政府推出的廣泛宣傳教育 所以市民認識到 原來這個政策 是幫大家對應一個環保的問題 費物的一個增加量的問題 也都有方法解決 就是大家做好源頭的減費 乾淨回收 其實要給垃圾的錢 其實不是多的 你買一個政府指定袋 比如說15公升 你可能不用每天扔的 如果你做得好分類 可以一個袋用兩天 甚至無三天都可以 其實對展民的負擔 不是一個高皇的 但是問題就是台北市行的時候 都試過出現些人 拿些垃圾開車去台北省 扔路邊 搞到周邊的郊區亂拋垃圾 香港其實這麼密集 其實在執行初期 這些亂象都應該會重生 任何新政策出台肯有 遮一個英文說的 最初肯有少少的這些問題 但是政府不要說 覺得有些小問題 我們果足一次不要這樣 你是要有所準備 就是政府有一堆專責人員 去各區巡查 如果發現某些是 市民投訴那些黑檢 是有些人的 政府就派人去檢測這些地方 真是黑檢常常有的 就在各個城市 安安一些閉路電視 監控著那些黑檢 現在老鼠都有黑 有閉路電視監控那些黑檢 等等亂擺垃圾在那裡 就會檢控了 同樣的做法可以在這裡 幫助避免非法棄置的問題 接下來這一段時間 你自己覺得 政府在教育市民方面 還可以做些什麽呢 反正政策有機會 都可能去到年底 有機會是 年底未必實行到 可能要去到明天的時間 趁這段時間 政府有些什麽可以做呢 真是多得行 各大傳媒 無論你是說 你們的電台 電視 文字、報章、雜誌、社交媒體平台、劇集的宣布 什麽都可以設計一些比較吸引的準備性高的 將垃圾精費的目的和做法 市民怎樣去參與 就一一是詳盡去做宣傳教育 做足這些工夫 使市民認同了這個法例 是應該出現的 是一個好的對環境 對環境衛生是好的 對環境的壓力減少是好的 大家市民就會慢慢慢慢說 我支持 就不會說政府的法例 我就找方法去逃避那個法例 這就是一個宣傳教育 是要給多些時間 給多些資源去做 一定有一個良好的效果出到的 就是任何政府都是 大家不說 政府一些都不說 是 大家就嚇一跳 就會有反抗的聲音 這些過往都很多例子 證明了有好的宣傳教育 就拿了社區 政府千萬不要扭爛 就說 隨便說兩句 局長出來就算是不行的 要請KOL 那KOL 很多人很崇拜 很適合聽他的東西 由他發口去講 介紹這些環保政策的法例 各好處 大家會更容易接受 好啊 先跟你聊到這裡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各位